因为喝酒而英年早逝的几位明星,实在是太可惜了。 中国人的酒轮化有很长的历史了,国人爱喝酒,这是普遍现象,但国人在喝酒上的安全意识还是非常欠缺的,因为喝酒务实甚至付出生命的事情很多,普通人的例子可能没有说服力,而演艺圈的明星艺人因为喝酒喝英年早逝的例子还是蛮多的。 今天酒列举下面继位,希望大家能在喝酒这件事上能有所克制。 傅彪算是冯小刚早起电影里的御用男配角了,出演了很多令大家影响深刻的角色。 早年富彪还没有拍电影的时候,因为被朋友圈骗走了几十万块钱,不得已自己去广告公司做业务员赚钱。 在做业务的时候,为了多拿到合同,不停地应酬喝酒,把身体喝坏了,加之非常大的精神压力和工作压力,患上了肝病。 尽管后期拍电影稍微好了点,但还是恶化肠肝癌,于2005年病逝,想年才42岁,留给我们最后的电影影像是冯小刚电影《天下无贼》里的刘总。 喝酒粮算是娱乐圈里的一位多方面的能才了,我们印象中最深的应该就有他97年开着赛车飞越黄河,KGB历经常点他的歌曲《笨小孩》和《大哥》,那句《我不做大哥好多年》成了很多人的口头禅, 另外,在李连杰电影《给爸爸的信》里饰演了一个非常降义气的黑帮分子,只可惜,2003年的一晚上,在和朋友聚会吃饭酒吧的三场酒局之后,在寓所里不醒人士,想年50岁,警方初步推断死亡原因可能是去酒过量,荧幕上从此少了一位憨态可居的黑笑哥形象。 说起罗文,很多人可能不知道,尤其是年轻的朋友们甚至没有听说过这个人。 但如果你看过83TV版的瘦雕英雄传,对里面的主题曲和插曲有印象的话,就知道了,对,就是他唱的。 据其身边好友讲,罗文喜欢喝酒,平时爱泡酒吧,在开演唱会前,也喜欢来一小杯。 由于长期饮酒,得了钙癌,于2002年10月去世,享年57岁。 僵尸道长英书,大家再熟悉不过了,喜欢看僵尸片的朋友,英书的片子不知道看了多少遍了吧。 联正英爱喝酒,而且喝多了会耍酒疯,话多见人就打,好朋友说他到底是压抑了多少话在心里,只能在酒后才会吐露出来。 因为是做武行出身的,那样的环境下,工作强度是非常大的,加持年少时候的家境不太好,性格非常内心,导致了英书这个人非常的压抑,平时不爱说话,有什么事都藏在心里,只有在手工之后喝点酒才能放松。 而吐露心事,这种生活状态其实是非常不健康的,在酒精和多重压力下,英书得了钙癌,而且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了,这个时候为了不伤害一起生活的女友远穷丹,十六姐,主动和她提出分手,也没有告诉圈内其他好友,不想给别人添麻烦。 可爱的英书 可爱的英书于97年去世,享年45岁,实在是影迷们的一大损失啊。 很多小伙伴在年少的时候,一定看过杨士的曲院杂谈这个节目,而节目里有个小伙子叫洛桑,他的节目叫洛桑学艺,大家肯定对他有印象吧,吹拉弹唱样样精通,口气十分了得,模仿得唯妙唯笑,在那个年代,绝对算得上一线的孝心了,年轻有为前途不可限量。 只可惜,95年的亿万,和朋友聚会时多喝了几杯,回去的路上出了车祸身亡,年仅27岁,从此我们再也没等到洛桑学艺的更新。 大家看,以上这五位明星都是因为喝酒而离世,有人是因为工作需要应酬喝酒,有人是性格导致需要喝酒释放自己,有人是带病喝酒意外去世,有人则是酒驾身亡。 某些时候,酒确实是个好东西,能够让人放松,增加聚会气氛,但国人的酒文化里,有太多的糟粕,喝酒的时候把安全就抛在脑后了。 2011年高晓松酒驾事件,算是娱乐圈的一大新闻了,倒不是酒驾这件事,而是在酒驾入行之后,他是被抓且以危险驾驶罪被判拘泥六个月的第一位明星,虽然是一件很不好的事,但也给广大人民群众起了一个警示。 所以,喝酒这件事,一定要量力而行,现在已经有太多太多的医学科普大V们给我们分析科普的酒精的危害,但还是有很多人不听,实在要喝酒的话,一定要适量,不酗酒,不劝别人酒,身体不适,吃药的情况下不要喝酒,也不要酒后驾车。 更不要喝红毛料酒。